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生了啊夏里长 秋收后啊冬来藏 无间的啊冬夏 含着四季的香 香叶冬天里 乘着黯然的时光 长四季流转又绵长 新年碎首视为吉日 外出的人们都会赶在除夕前 回到家里团聚 年夜饭 这是一年中最富意义的一顿饭 团圆之日 全家人欢聚一堂 尽情欢乐 蕴含浓浓香味和爱意的团圆饭 隔绝了室外的自然温度 驱走了碎木的严寒 人们在推杯幻展中闲谈趣事 在香烟香味中交流感情 新年快乐 四季更迭忙碌依旧 又是一年春节到 作家周作人写道 最好的是过年祝福 三生中有一只鹅 蘸养得很肥大的 广东人喜欢吃鹅的程度 一点不逊色于北方人 对烤鸭的热爱 据说每年广东一少 就要吃掉1.7亿只鹅 东北的鹅最害怕下雪天 但他们一定不知道 三千公里开外的鹅 也可以毫不费力地 登上长春人的餐桌 潮汕老熊作为东北孤野 已经在长春生活了七年 秉承对吃的忠诚与信仰 老熊和弟弟阿斌 开启这家潮汕餐馆 开店的初衷 原本就是延续家乡的味道 所以从厨师到食材 兄弟俩不做改良 坚持着潮汕的本味 特和鲜 你好 取货 韩巴号这个 CJ 这个给他了吗 OK 好的 可以了吧 OK 嗯 好 谢谢 阿斌每两天 就要往返机场一次 追求的正是食材的独特与新鲜 跨越3000余公里的距离 交通的便利 彻底改变了 南北方人们餐桌上的差异 这些苦瓜 这些苦瓜怎么有点碰到了 都被压到了吧 东北的天气比较冷 冻伤了 不应该不是冻伤了 是压到了 跟这个农家收的这家还不错 而且这些还是做过 飞机的农家菜呢 3000多公里 嗯 也不枉费他这一生了 这些螃蟹的话 就保证 每次来的话 都必须得是活的 必须得检查好 有一些他会因为是那个坐飞机啊 突然有那个 温差的原因 他会装死 那这个人还在做桌子 他手脚也不会动 你去碰碰他的眼睛 他眼睛会立刻就收的那种 然后有些眼睛 他是闭起来的 是躲起来的 他手脚也不会动的情况下 你就放到水里 放水里的情况下 他就会动了 这些就是最后一次拿过来 接下来就得等到年后了 这次来了八香 这一次来的应该够年前用的了 就过年加个餐 毕竟外地人 在这里过年也不容易 对 吃好一点 今晚的团结饭 主要我自己来弄了 你们就没事去喝啥什么的就好了 OK 那高雄没吃到你做的饭了 好 OK 那去吧 好了 OK 老熊 老熊曾给自己定下过不进厨房的规矩 这是他给予厨师长的信任与约定 可今天他要破例进出厨房 为了给和自己多年打拼的兄弟和家人 准备一桌特殊的棉饭 我们这里的厨师长同一才能进来 厨房它最大 妈妈 想你了 潮汕有一句方言俗语 无鹅肉不旁派 意思言简一概 就是没有鹅肉不成席 鲁鹅是潮汕人的乡土与烟火 除了重要节日的祭祖活动 也是招待宾客 年节家宴等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老熊鲁鹅所用的是广东地区特有的尸头鹅 这种鹅体型巨大 成年公鹅最高可达近40斤 一只世界鹅王 再加上一锅神秘的卤水 才是潮汕人的独门秘籍 三起三落 不仅仅是鲁鹅的仪式感 也是未到成败的关键 鲁鹅 来啦 这做菜都是我做的 然后跟这边 这边是有几个东北的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叫鲁鱼 这个叫鲁鱼 然后这个是我们潮汕必吃的 过年会吃的红桃果 还有那个叫猪头粽 用猪头肉做的 潮汕那个 一个城海区的特产 鲁鹅 平常你们喜多了 但是你们没有吃 等一下试一下 这个在潮汕的过年是个一头菜 因为是代表着 寓意是红桃果果 冰哥你们小时候 一般就是吃着 过年的时候 过年我们一般的话 也就差不多这样 都是围如 就是有海鲜 有肉 东北也是 但是的话 就是饺子 最主要的那种 我妈妈包饺子的时候 就会往里面塞一枚硬币 谁吃到了 证明谁的运气最好 这有寓意 有寓意 或者包一个糖也是的 还有包糖的吗 有包糖的 因为硬币各芽 你包糖的 包糖就不甜 包糖不各芽吗 包糖不各芽 它就煮熟了话了 哦 对 结果说这个饺子 一咬的它是甜的 对 不一样 我们那边的习俗没有 但是我们鹅肉 我不是必吃鹅菜 那不一样 其实也挺荣幸 第一次过年吃朝鲜菜 你看有些都没怎么吃 比如这个赤头鹅 就是也是比较特别好吃的 现在说 今年第一开始融入 我们南方的饮食文化了 对啊 入到我们南方的年年 南北融合在一起了 朝鲜话是 新米快乐 新米快乐 好不好 大家一起 我们这里 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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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说 这一口声 新米快乐 每位总是需要时间的加持 幸福往往也是岁月忠实的信徒 我们用年复一年的光景 创造出更多的人间温情 四季流转 不变的 永远是心中一份期待的团圆 好漂亮 哎呀 好漂亮啊 姐姐今天是什么年 姐姐今天是什么年 老虎 老虎 同样是在北方 陕西人的年俗 与东北有很大的不同 八百里秦川 麦花香里说丰年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 盛产小麦 然而干旱少雨 河西一多干河 故蔬菜种植较少 反映在秦帝饮食上 便是面食花样繁多 作家陈忠实写道 到春节前的三两天 家家开始蒸包子和馍 按当地风俗 正月十五之前 是不能再蒸馍的 年前这几天 要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 所吃的馍和包子 还有走亲戚要送出去的礼包 花磨一出 年又来了 徐建宏与吴小梅夫妇 在陕西蓝田县的 白鹿园民俗村 经营了一家面花店 麦里亚是从去年开始 在这儿弄这个房子以后 原来都是农村 农面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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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花 俗称花磨 在陕西关中平原地区 流传甚广 面花既是年节走亲 访友的护赠礼品 也是庙会祭祀的供品 更是带有浓浓 乡土风情的艺术 有瑰宝 在关中地区 几乎家家的妇女都会做花磨 工具就是家里最常用的 剪刀 勺子 木书等 用小麦面粉捏出的花磨 是早期农耕文明的古老遗俗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有人说花磨工艺 是从女娲团土造人中演化而来的 经过数千年口传心迹 一代代心灵手巧的女人 不断将其发扬光大 小夫们制作的面画 融合了绘画 剪纸 刺绣等多种艺术形式 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望 寄托在柔软的面团中 陕西的食物和人一样 亘古不变 自成体系 甲平蛙说陕西人崇拜的是智慧 鄙夷的是油滑 有整体雄魂 无琐碎甜蜜 这道理等同于吃 这道理 给 给啥酒 太巧了 好吃啊 饭 刘欣是陕西前县本地人 2015年 在外面飘荡了三十多年以后 他回到故乡 建起了这个黄土香饰 做这个香饰 十年前都有这个想法 这个名字也是在十年前去后 确实是把过去的那种基因 能勾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基因 能不能传承到下一个时期期 这就是能做这个厕所 为什么要用最原始的东西 要保留自己 儿子的这个厕所的时候的一个 当年父母建训给这个土墙 这都是咱们的梗 所以整个给这个房子的 作用就是 教人们不要忘笨 不要忘记了自己的 干这啥的 咱这打 管 刘欣 你都要做什么 你忙都想吃吃账 来来来 刘欣 每逢周末节假日 西安附近的文化好友 都会聚集在这个黄土香舍 除了文学交流 还能吃到地道的前线佳肴 刘欣最崇拜的作家是陆瑶 陆瑶这位陕西土生土长的作家 对于陕西人刘欣来说 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每天只要有空 就抄写陆瑶的小说 四年的时间里 刘欣用毛笔 把103万字的平凡的世界 抄写了一遍 1980年的字幕都开始听了 陆瑶的长篇小说 《莲莫平凡的世界》 1975年23月间 一个平平常长的日子 西蒙木林寺 夹杂着一项饭店的血 正纷纷纷纷纷地 向大地飘杀着 因为刘欣的坚持 黄土香舍的饮食 始终保持着前线传统的味道 正纷纷在山西的台长番 朋友 亲人来了以后 离不了这个 这马上就要吃过 一吃过以后 要整一个小时才能吃 每房间国家的话 都炒这个 江大价目 一口钱 咱们山西的作家 陆瑶写过一句话 就是 踏上故乡的土地 你就不会走透过 赶紧回到故乡的时候 儿子的鸡也来的 小时候那种味道也有的 小时候这个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这个 四大正腕 这个四大正腕 你可以说就是 那个时候你想吃的 南地比上天还难 这就是在这个脚团面 脚团面是在这最大的特色 每年过年必须吃的 不吃这个东西 等于是年这么多 这一孩子在我家里三十多年 就是你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永远忘记不了家乡里的一口 都该忘记不了这个故乡 这一片土地 经常吃不上这个 就是龟客 来这龟客 家里边过什么 红梅细思 过年才吃这个 焦汤面又叫咸水面和气饭 是咸阳北部的传统面食 在关中一带也很普遍 这种面食始终是 当地年夜饭时艳客的主角 人们在过年时相互走访 用一锅咸水面招待邻里乡亲 犹如流水席 虽然是简单单一的代客方式 却透露着香情友情和人间温情 兜兜转转几十年 总是离不开故乡的土地 故乡的人情 年夜饭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 它流转在四季 跳跃在每个思念故土的瞬间 十一假期刚过 长白县的马路沟朝鲜族民俗村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每逢周末 邻里乡亲都要聚在一起热闹一番 文学家梁石秋写道 好吃不过饺子 舒服不过倒着 这是乡下人说的话 北平人称饺子为煮波波 城里人也把煮波波当做好东西 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 从初一至少到初三 炖炖煮波波 月亮糕 也叫月亮饺子 是朝鲜族风味小吃 也是逢年过节必吃的食品 以米粉为皮 红豆沙为香 吃起来筋道 绵腾 米香四溢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 工作的习惯 现在生活好了 好了 当成平常饭吃 吃饭吧 有小朋友啊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 年组一组 中年一组 年轻的一组 隔年都吃五两八一组 去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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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五三个 现在村里人少了 那咱就别过来 上我们家摆一树 好 给你们准备打喜 吃一吃 喝一个 玩一玩 好 来 先摆一摆 春节就在家人们的期望中 脚步越来越近 刘新闻开始制作 岭南地区的年中小吃 这种传承千年的军粮饼 如今依然是当地年俗里 重要的一道美食 炒米饼主要原料 分为面皮和馅料两个部分 面皮由馅磨制的 米粉和绿豆粉混合而成 开个粉窝 打入鸡蛋增加香味 再用熟煮油和起酥油和面 用手不停地揉搓均匀 按照质感 适当地添加米粉和绿豆粉 直至面皮可以塑形 但不粘稠 之后将和好的面皮 装入饼坯当中 由花生碎 芝麻 椰蓉 和糖粉混合而成的馅料 此时也加入饼坯中 再用适当的面皮包裹压实 就可以用寸劲敲打出米饼 准备烘焙 当炭火油骨转按后 才是烘焙米饼的最佳火候 经过三十分钟的慢慢烘烤 饼香四溢 一道古法制作的炒米饼 大功告成 如今逢年过节 吃着炒米饼 给孩子们讲讲 君良饼的由来 仍然是岭南地区家家户户 乐此不疲的美好时光 旧年渐去 心碎又起 在广东茂名薄鹤镇 咸水歌队员正在为春节期间的 演出排练 这是一种淡家人才传唱的鱼歌 史书记载 淡家人常年以周为家 生活在海上 如淡壳漂泊于海面 世代靠捕鱼为生 所以成为淡家 如今 淡家人早已回到薄鹤镇里生活 但寄情于歌谣的传统依然被保留着 薄鹤港面朝南海 是一座天然两港 也是中国十大鱼港之一 港口历史悠久 据传最早这里盛产白虾 可以徒手抓取 在当地语言中 捞虾念作把汉 久而久之 薄鹤也由此得名 每天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 海产品产量位居广东省第一 种类丰富的海鲜 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捕鱼期 岸边的鱼市场从凌晨开始营业 一直持续到上午八九点 镇上的居民 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 每年春节前 淡家姐妹总要聚在一起 总结一年的收获 迎接新年的到来 为春节我们的船全部回来了 弄得很香 如果我们的一帮老姐妹 喜欢大家聚一聚 看谁的厨艺好 姐妹们各自采购食材 每个人都要各展手艺 对于淡家姐妹来说 每年的年味 就是集体厨艺集合的结晶 淡家人和中国很多海域的 渔民人家一样 男人出海捕鱼 女人负责做饭和照顾日常起居 所以厨艺对于于家女来说至关重要 每年春节 我都把她们大家聚在一起 鲜水鱼高的队员全部都是美食人 这道菜叫做凤凰西蟹 过年最爱吃的这么一道西蟹 鲜美多样的食材 虽是四季常见 但经过姐妹们的煎炒争据 却汇聚成淡家人别具一格的年夜饭 团聚的热闹 快乐的童心 满意着香情的年夜饭里 每一道创意独特寓意美好的菜品 都十分亮眼 四季常见的食物 附上年味的包装 这个春节显得仪式感满满 或许豆蔻光阴已成繁烟往事 然而在每个感触良多的岁末 人们总想以饱满的状态 静好又从容地跨向新的一年 春节来临 没有什么比这幸福的香剧 更让人留恋 带着香愁与牵挂的游子 迫不及待地想品尝的 不仅仅是那些四季流转的年菜 还有年菜背后家的味道 这是人们心中对年 对家最深刻 最原始的依赖 人们在年菜中 感受乡土人情的凝聚 也在过年的默默温情里 期待再次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